周四6月30日 欧盟和新西兰完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该协定将使两国之间商品和服务业务增长30%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·冯·德莱恩 在布鲁塞尔与新西兰总理杰辛达·阿德恩会晤后宣布了这一消息 阿德恩表示 自首次提出这一协议的想法以来已经过去了14年 自贸谈判于2018年年终开始 对欧盟来说 该协定将使其与新西兰的贸易 与已经与新西兰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贸易处于同等水平 尤其是11个国家的亚太协定 该协议将取消一系列产品的关税 并将使欧盟首先达成的协议 其中包括如果任何一方违反环境或劳工标准 就可能实施制裁 欧盟上周刚刚公布了相关计划 猪肉、葡萄酒、巧克力、糖果和饼干等 欧盟出口产品的关税将下降 欧盟针对更多来自新西兰乳制品和牛肉开放 这对一些欧盟国家来说是一个敏感领域 是一种糕的기로放材了 还不至于来自新西兰乳